蔡英文前總統現在正前往歐洲來做訪問 這也是我們卸任元首第一次到歐洲來訪問 那他將前往捷克得到禮遇 同時間進行演講 同時做演說 那我想這是台灣跟捷克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那同時間他也向前往其他國家去做訪問 特別是原先傳出會回到英國 倫敦政經學院蔡英文前總統的母校來參訪 但是現在聽說因為中國的施壓而導致行程有可能有變化 那我們還是要再次強調 如果這屬實的話 那我想我們非常的遺憾 中國還是不斷的在打壓台灣 打壓中華民國的一個空間 我們認為這個非常的不恰當 同時傷害兩岸的關係也傷害台灣人民的情感 中國應該要更加的尊重台灣 特別是我們卸任元首的這個自由的一些意志 那世界民主有幫對台灣的肯定跟支持 這應該給予尊重 那如果透過各種方式來打壓 甚至讓蔡英文前總統的行程受阻 我們認為這都無異於兩岸的關係 同時也無異於台灣人民的感受 這些都只會讓台灣人民更加看清中共蠻橫 惡霸的這樣的一個特質 我想這只會讓兩岸關係更加惡化越來越 我們還是要呼籲中共當局 應該要尊重其他國家的一些意志 讓卸任總統可以自由從事他的一些外交的工作 同時也讓台灣的自由民主 台灣的經濟成果 讓世界各國跟台灣同步連動 我們認為這才有助於台灣 同時也有助於兩岸之間的一個良性發展 是否要不知社交的